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澳洲就揭而不捨地堅持 要就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展開國際獨立調查 而且他們也預告了 將會在世衛的年度大會當中提出相關的議案 再加上澳洲高調地支持 台灣重返世衛組織成為世衛觀察員 這一連串的舉動當然會引來中國的強烈不滿 在較早前中國駐澳洲大肆成經業 曾經提出了經濟脅迫 當時他說澳洲這些做法可能會引發起中國的消費者不滿 葡萄酒、牛肉等等的出口農產品以及旅遊業 都有機會受到中國人民的杯葛 他還指出澳洲提出所謂的國際獨立調查 是出於政治動機 無非是想聯合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的政治運動 這個語音剛落 中國就馬上展開了對澳洲的經濟制裁 提出了兩項的反制措施 不過這兩項措施到底成效是怎樣 我覺得非常奇怪 第一招禁止從四家的澳洲屠宰場進口牛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有所解釋 他說中國海關在查驗進口肉類產品時 連續發現得到澳洲個別企業多批牛肉產品 是違反了中澳雙方主管部門 共同確定的檢驗檢疫要求 為了保障中國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 中方決定 從即日起禁止四間澳洲企業的肉類產品進口申報 並且已經通報澳洲主管部門 要求他們徹查原因和改正 澳洲貿易部長伯榮漢亦證實 中國基於衛生證明文件等問題 已經暫停從四間澳洲屠宰場進口牛肉 他表示相當失望 但否認中國是因為澳洲堅持獨立調查而作出報復 實在最後一句都是門面的事 中國是否作出報復 大家心知肚明 怎會早不說遲不說 在這時刻才說你那些衛生證明文件出現問題 明明在2019年的下半年 澳洲對華輸出牛肉的貿易額 是創了有史以來的新高 難道當時中國人民的健康不重要嗎 怎會去到現在這一刻 都已經是全球大流行的疫症爆發 貿易額下跌的時候才會發現文件有問題 真是出奇 實情 中國製出所謂的經濟制裁措施 對澳洲有什麼重大影響呢 我們又看看 中國將四家的澳洲屠宰場列入黑名單當中 而這四家攝氏的屠宰場 佔了澳洲對華出口的牛肉總數 大約是三成半 今年的貿易額 可以達到35億美元 只不過 這四家被禁的屠宰場 其中一家竟然是中資企業 而且這家中資屠宰場的母公司 已經在香港申請上市 主要股東包括北京厚生投資 和四川新希望集團 這家中資屠宰場 就是 大陸的麥當勞和海底撈的主要牛肉供應商 即是中國要拉閘成軍 東拼西丑才能湊到四家 澳洲屠宰場 禁止他的進口 我們先說中國的第二招 就是打算向大麥開徵關稅 澳洲多個國務協會團體發表聯合聲明 說根據中國正在進行的反傾銷反補貼稅調查 中國商務部很可能建議 針對澳洲進口的大麥貨徵關稅 其中可能會包括 高達73%的反傾銷稅 以及6.9%的反補貼稅 加起來超過八成的關稅 根據目前大麥市場價值 若然實施了關稅 將會停止兩國有關大麥的貿易 因為運到過去 基本上價格不夠競爭 大麥主要在大陸來說有什麼作用呢 一個就是釀走 另一個就是作為畜生的治療 除了從澳洲進口大麥以外 還可以從哪裡進口呢 主要有兩個地方 第一就是歐盟地區 第二就是黑海的周邊國家 包括俄羅斯和哈薩克等等 實情在今年的頭幾個月 中國從歐盟進口的大麥 已經翻了三倍 主要就是要減少對澳洲的大麥依賴 到底澳洲會有什麼損失呢 根據統計 澳洲每年的大麥 貿易額至少有一半都是出口到中國 2018年的貿易額 去到9.7億美元 2019年的時候 因為天氣乾旱的影響 就降到只有3.87億美元 實情中國制出這兩招經濟制裁 對澳洲有什麼更大的影響呢 首先對於澳洲的農業 實際上就是有一定的打擊 但到底打擊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我們可以看看統計數字 其實 2019年的時候 澳洲對華的總出口額 是去到1039億美元 但目前加起來 就說有35億的牛肉 和大概是3.87億的大麥 就是受到制裁 基本上大麥就完結了 因為市場價值實在太低 如果運到過去的話 根本上就沒有人會買澳洲的大麥 所以受到影響的牛肉和大麥 加起來的總貿易額 大概就是40億美元 但是澳洲在2019年的時候 總出口的貿易額是達到2722億 40億 在這個2000多億當中 大概就是佔了1.2% 是完全達不到一種反制或者經濟制裁的後果 而且澳洲的牛肉和大麥 不賣到你中國 就賣到別的地方 這個世界也會有人接手 不只是跟你做生意 而且中國要聘經濟復甦 要聘經濟發展 也不能賣到澳洲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澳洲對華出口的貨品當中 最大的是 佔了6.8%的礦產資源 包括鐵礦砂 貴金屬等等 那裡價值就是713億美元 所以你去禁那些什麼牛肉 或者大麥 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如果這麼有本事的話 應該不要在澳洲進口鐵礦砂和貴金屬 這樣的話 中國的製鋼業就會沒有足夠的聯材料 中國的製造業現在面臨著歐美廠商大量取消訂單 失業的情況已經相當嚴重 如果要聘經濟復甦的話 那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就是擴大內需 但似乎也不太行 因為那些人都失業了 還有鬼人在買東西嗎 對不對 第二就是加緊基建的發展 如果要發展基建的話 肯定需要大量的降財 所以中國哪可以完全制裁或者反制澳洲才行 根本上中國都要很依賴澳洲的擴產資源 而澳洲也察覺得到自身的特殊價值 所以別人說話大聲一點 說不用你華為說禁止你華為就禁了 而且可以在國際舞台上 大聲疾呼說要搞獨立調查 其他歐洲國家沒有一個夠澳洲那麼大聲 澳洲作為一個中等力量國家 在目前這個冷戰新格局當中 他就是不斷發揮自身的優勢和影響力 至少在大洋洲之中能夠影響到他的鄰國 尤其是紐西蘭 紐西蘭最近有兩位高官 分別走出來表態 說支持台灣重返世衛組織 他兩位分別是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皮特斯 和財政部長羅伯深 好了 當中國外交部聽到這兩位高官表態 後來就趕快走出來反對 這個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對於他兩位的表態 就已經是嚴重地違反了一中原則 中國就已經向紐西蘭提出了嚴正交涉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樓關係的基礎 所以紐西蘭必須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立刻停止造謠 以免破壞雙邊關係 紐西蘭面對著這麽嚴重的指揮 紐西蘭方面又有什麽回應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皮特斯就說 完全擔心不斷升級的口水戰 會破壞得到中樓的雙邊關係 並且沒有後悔過 曾經去斥責中國駐紐西蘭大使館 這件事其實是什麽事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外交部駐外機構 喜歡周不時發表聲明 去拘捕別人的外國政要 中國駐紐西蘭大使館早前 斥責過紐西蘭的副總理 就說他違反了一中原則 當時這位皮特斯副總理 就以一句說話去回應中國大使館 就說 你要聽主人的說話 所以激到這個大使館紮紮跳 實情大家就可以看到 似乎在大洋洲來說 尤其是澳洲和紐西蘭 他們的意志似乎比歐洲堅定好多 都頗令人刮目相看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